李克强突然离世后 当局匆忙火化 围绕李克强猝死的舆论风波仍未停歇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在北大时曾与李克强是朋友 他回忆当初李克强以及北大有一批人希望中国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道路 分析认为无论李克强的初心如何 一旦进入中共体制 他的悲剧命运就成为必然 本来想通过共产党改变中国的人 结果他没有机会通过共产党改变 我自己就变成了共产党一部分 至少被有正义的人看作共产党的一部分了 这才是他人生悲剧 那我觉得以后我们中国真的要改变一定要退出 李克强他这个政治的憋屈里面 他其实是来源于什么 是中共这个党政二元领导体制 是中共这个独裁专制本身的不合理 那么是即使李克强他是1978年第一批大学生 当初他也被称为才子 但是中共这个体制把任何一个人都给扭曲异化 所以他这个命运就具有必然性 也是中共这个体制 中共这个社会这么一个悲剧的缩影 中共就是个大染缸 就是个绞肉机 它是个立项淘汰的机制 好人在他的这个体制里是活不下来的 都是要被排斥的 你即使有再好的理想 再大的报复 你要在这个体制里生存下来 你就必须跟他同流合污 你不干坏事 你手上没血在 他就不信任你 他对他的当初的理想 对他的初心是不是一个背叛 从这个角度上 他人生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 那么这个悲剧说明什么呢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 那就一定要解体中共 李克强的死因悬疑引发外界猜测 分析认为 之所以传言很多 主要原因是习近平当局的信用扫地 中共的内斗残酷 洗礼不合呢 当然知道由来已久 谣言这么多反应什么 大家都觉得不正常 大家都有怀疑嘛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他真的自然死亡 那没办法你背了黑锅 第二就是你习近平心里不熟 就你真的下手了 第三就是你没有说要下手 那下面人揣摩上意呢 还帮你下手了 第四呢 这个比较夸张一点就是 其实你没有想下手 你下面人也没有想拍马屁下手 但是呢 有反习的人是觉得说 可以让你背黑锅 就对他下手了 然后所以无论如何呢 不管怎么样就大家觉得 反正他死就你一定要背黑锅 那不管他怎么死的 这叫塔西托陷阱 或者叫塔西托困境 塔西托困境就是 你只要信用扫地的时候 你说什么人家都不信了 那些什么信用都觉得是你干的 李克强的突然离世 至今仍留下种种疑点 专家指出中共内斗不止 李克强死后 习家军的内斗将很快浮出水面 李克强复告正式发布前 在党媒新华社搜索标题 含有复告一词的新闻 已经出现题为 李克强同志逝世的搜索结果 正文里显示长串的测试字样 这个事情是非常诡异的 特别是这一次 因为李克强整个过世的过程 中共高层的表示 然后各种对言论和对悼念的规格 和悼念的整个过程的媒体的表现 都非常不正常 现在把这么多事件 全都放在一起的话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恒河指出 有熟悉上海医疗圈人士向他透露 李克强到上海的第二天 就到华东医院做了全面体检 我们知道国籍的官员的体检 是非常详细的 那么如果有心脏症状的话 那么这些是应该可以轻松的检查出来的 说他第二天游泳死 那么就说明在前一天检查的时候呢 是所有的症状都没有 所以才允许他去游泳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而关于李克强被送去曙光医院 抢救的细节 也被指疑点重重 医人口的消息指出 是否有在第一时间进行 这个新被复苏的急救 那你这个心脏命突发本身 本来就是要掌握第一时间来急救才对的 怎么会拖到医院再去急救 东郊宾馆里面的那个游泳池 它四面都是透明的 如果有高级的医疗团队 在这么一个透明的游泳池当中里面 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了 李克强心脏命突发 然后就死亡了 所以这个医疗团队本身 是不是有一些故意不医疗 或者是故意不急救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点 东郊宾馆虽然没有停机坪 但是它有自身飞机的停机的场所 所以说这就解除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交通阻塞 就必须到某个医院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上海的心血管好的医院 不知道有多少 又有自身飞机可以去 正国际不用自身飞机谁用 所以这一系列的就让我觉得 现场的问题 不是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而是说所有的环节都出了问题 这个就是我认为的最主要的疑点 专家指出 李克强的死亡 后续对中共政局 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李克强的遗体 虽然说是匆匆的火化 但是李克强的死亡事件 它不会就是结束的 我觉得这是麻烦 可能不会太小 直觉告诉我说 可能这一页不太容易翻过去 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 钟原发文指出 李克强离世 习近平的最大威胁对象消失 习家军内部的斗争 估计很快会浮出水面 特别是习近平身边核心圈的人物 值得关注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韩非综合报道 周一乙军表示 地面进攻加沙以来 已经打击了